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成为了女童军 加入第一届白金汉宫公司的女童军集会 女童组织最初于1937年唯一伊丽莎白女王成立 1963年 13岁的安妮公主创立了伯奈登学校 在那里她参加马术比赛 皇家公主的青少年时期 皇家公主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礼仪工作 并于1967年参加了首届国会开幕式 在1969年她作为威尔士亲王参加了哥哥查尔斯的册封仪式 公主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履行了官方职责以及支持女王 她的第一次个人皇室活动发生在1969年 当时她18岁 包括参观爱丁堡的儿童收容所 并且在泰安河畔的沃尔森德主持了一艘新游轮的下水仪式 皇家公主的1970年代 1970年 公主与她的父母和哥哥一起进行了 首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皇家之旅 迄今为止 安妮公主已经进行了480多个官方的海外活动 皇家公主是一位专业的马术运动员 曾经担任英国的三个赛项组成员5年 1976年 皇家公主骑着女王的赛马 涮营后 赛蒙特利尔成为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皇室成员 皇家公主于1973年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马克菲利普中尉结婚 1977年 她们的儿子皮特出生 她是伊丽绍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的第一个孙子 她们的女儿詹阿拉在1981年出生 皇家公主的1980年代 1983年 阿妮公主成为了英国奥林匹克协会主席 此后 皇家公主参加了全世界的奥运会 皇家公主于1985年 在赛马场以平地的赛奇施的身份首次亮相 其中名为Aganis Green的赛马 1986年 皇家公主经常在爱丁堡的莫里菲尔德体育场观看苏格兰的橄榄球比赛 并且参加了课掌比赛 安妮公主于1987年被正式授予皇家公主的传统头衔 皇家公主是出现在著名的体育问答节目 体育问题上的所谓皇室成员 她在1987年参加了节目的第200集 1992年12月12日 公主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附近的一个小教堂 与她的第二任丈夫海军上将迪莫西·劳伦斯爵士结婚 1994年 皇家公主被女王授予了加阿德勋章最高骑士勋章 加阿德勋章是英国荣誉制度最高的一级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这枚勋章 由爱德华散世国王创建 并且受到亚瑟王骑士的启发 皇家公主在这个荣耀的时刻穿着骑士服 皇家公主在英国和整个英联邦拥有着几项军事的任命和头衔 1998年 公主成为皇家蓝色骑兵团上校 皇家公主2000年代 2006年 公主是皇室成员当中 第一个访问了英军驻阿富汗武装部队的人 她前往喀布尔和赫尔曼德圣 皇家公主是急救护理志愿军的总司令 这是一个全女性的志愿部队 在危机时机提供紧急服务 2007年 公主与女王一起在白金汉宫 出席了急救护理志愿军的百年纪念活动 2009年 皇家公主与女王 威尔士亲王和金教公爵一起 在白金汉宫主持了授讯活动 皇家公主向获得MBE和CBE等荣誉的人 颁发了杰出奖章 2013年 皇家公主在参观了一个慈善的麻畅之后 收养了一匹名叫安妮的马 本周英国王室回顾的皇家公主生平 今天是皇家公主70岁的寿陈 公主在忙碌的日程当中 安排了每年数百次的皇室服务活动 以支持女王 最新照片已经发布 以庆祝8月15号皇家公主殿下的70岁生日 这些照片都是今年2月份 在公主的家盖特科姆公园拍摄的 希望您喜欢过去70年来在皇家公主的生活 祝皇家安妮公主70岁生日快乐 接下来是查尔斯明明和姐姐是阿拉恋爱 戴亚娜为何代替她 成为威尔士王妃 查尔斯与戴亚娜的婚姻被誉为续集童话 其实她们是银叉养作的一个鸳鸯 当初查尔斯是戴亚娜姐姐是阿拉的男友 戴亚娜比查尔斯小13岁 斯宾塞家族和英国王室是世交 斯宾塞家的三姐妹 与伊丽莎白女王的三位王子 从小就是生活在一起 查尔斯与大姐莎拉很小就相识 戴亚娜与安德鲁和爱德华是好朋友 只是戴亚娜太小 一直没有进入到查尔斯的引界 查尔斯快30岁了 作为王处 还有培养继承人的义务 王室开始为她物色 威尔士王妃人选 莎拉是斯宾塞家族的长女 成绩优秀 出类拔萃 很早就是成为社交场合的名人 王室对她知根知底 应该是合适的人选 可是查尔斯与她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莎拉太热衷于抛头露面 作为未来王妃 应该是有点警角甚微 在莎拉身上找不到一丝半点 1979年8月27号 蒙巴顿逊诀遭受到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 在游船上爆炸身亡 蒙巴顿逊诀是查尔斯的叔爷爷 对查尔斯非常的关心和疼爱 查尔斯爱她甚过爱自己的父母 她的不兴趣是 对查尔斯来说 仿佛是天塌下来 查尔斯悲痛欲绝 随后有一次 在斯宾塞家附近的山林里狩猎 查尔斯遇见了戴亚娜 查尔斯向她诉说了 行中的痛苦和悲伤 戴亚娜细细地倾听查尔斯的心声 激了查尔斯极大的安慰 查尔斯是一个 不随意将自己的心里话 说给别人听的人 她竟然说给了戴亚娜听 而且得到了戴亚娜温柔体贴的安慰 查尔斯仿佛重新认识了戴亚娜 是的 戴亚娜已经变成了 挺挺欲力的18岁大姑娘了 而且是一位喧解人意的 美丽动人的好姑娘 查尔斯对戴亚娜开始产生好感 在她30岁生日的时候 上了性高采烈的残交生日派对 突然在人群当中 她发现了戴亚娜 戴亚娜也是被邀请参加 这完全出乎莎拉的想象 戴亚娜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她和其他的玩得很欢 其实查尔斯这个时候呢 已经同时和斯宾塞加的 两位小姐相处 她的目标已经开始 转移到戴亚娜的身上 莎拉是有星在数 而戴亚娜是五星插六 最后英国王室 竟然都是倾向于戴亚娜 戴亚娜虽然有点傻乎乎的 似乎缺心眼 但是她很善良 很纯洁 而这些正是王室所需要的 戴亚娜虽然高中都有毕业 但是在伊丽莎白女王 和王太后举行的大考面前 戴亚娜顺利通过了 查尔斯之前 有无数的贵族小姐 都是没有进入到王子的发业 戴亚娜也是身边 优秀男生不断 但是都没有让戴亚娜动心 原来远去 前世今生 他们仿佛冥冥之中 早就有定数 世间男女的情缘 说不清 也道不明 有人说同爱情伴侣 往往不了解而结合 戴亚娜和查尔斯的身上 已经得到验证 还有因了解而分开 我们看看 查尔斯和戴亚娜的结局 也不够如此 其实沙拉 无论是学习方面 还是在社交方面 都是比戴亚娜强很多 戴亚娜在家里 一直都是姐姐 沙拉屁股后面的 一个小跟班 能够跟在姐姐身边 她早已行满意足了 沙拉与查尔斯的年龄也相放 各方面都是很般配 就是沙拉的性格 太外向了 过于活跃 与威尔是王妃的身份 有点不符 戴亚娜温顺腼腆 恰好弥补了这些 斯宾塞家族 注定有一个女儿 要嫁给王子 沙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 她和查尔斯 并没有恋人之情 而仅仅是一种雄美之情 于是 她选择了退出 戴亚娜顺理成章地 接替了她的位置 英国王室如获之宝 戴亚娜的照片 第一次被媒体曝光之后 英国民众心情若狂 欢呼雀跃 他们没有想到 未来的威尔什王妃如此之美 戴亚娜不仅容貌美丽 身材也很完美 尤其是她那一双 小长的眉腿 让无数人赞叹不已 果然是未来王妃的料子 川尔斯幽默地告诉戴亚娜 我知道你的腿很美 但没想到美的账 让人流鼻血 不过 真的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吗 显然川尔斯也是嫉妒 别人分享她美丽的妻子